在中国呢 有四大汽车公司是有国企的背景的 分别是第一汽车 北京汽车 东风汽车 还有这一个广汽集团 而今天我们要看的这台车就是广汽川崎旗下的 GS3 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市场是这个 GS3 用价版本的首发市场 而且价格非常的有竞争率 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卖点在哪里 首先呢 我国市场的 GS3 跟菲律宾市场的并不一样 菲律宾市场销售的是旧款的车型 而我们是跟中国一样的最新款式 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凌厉的大灯组 非常大的水箱护罩 这个水箱护罩上面还有红色的线条 还有杜克材质做点缀 除了可以帮助引擎散热之外呢 视觉效果也很好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它有 LED 的日间行车灯 还有 LED 的雾灯 但是主要的灯源还是鲁树灯泡 不管你是买到入门版还是顶级版都一样 侧面的细节 轮圈采用的是17寸的轮圈 然后因为这个是顶级版的车型 所以它有这个双色的车身 包括这个后视镜都是黑色的 而且后视镜上方还集成了这个车侧盲点侦测系统 这个在马来西亚是非常的好用 然后我们往后看 可以看到它采用的是这个 我们很熟悉的这个悬浮式的车顶设计 不过它这里少了一个三角径 所以后座的乘客的压迫感可能会稍微重一点 然后它还有这个行李架 鲨鱼系的天线 还有这个小尾翼 看起来运动感其实还是不错的 尾部的设计我个人觉得 这个车尾的整体的线条还是比较饱满的 LED 灯条的尾灯主在夜晚上也会有比较高的辨识度 然后可以打开它的这个回箱看看 有电池发开器但是没有电动尾门 不过它这个回箱的空间其实还是蛮大的 而且它这个开口的高度也不高 如果你是搬放重物的话还蛮便利的 重点是还有这个六四分离的椅背倾倒 可以让你运在更大体积的物品 其实在我们来之前啊 我们看了照片觉得这台车的这个 组装品质可能没有那么好 但是来了这里之后发现这个车其实有surprise 大家可以听一下它的开关门声 其实还蛮好听的对不对 这个内装设计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一点 因为虽然我们的外观是跟中国一样是最新版本 但是内装方面却采用了比较普通的设计 当然还是有这个8英寸的触屏主机 还是有这个带彩色资讯屏的仪表 其实整体的设计感受都不错 但是如果你拿来跟中国版本相比的话 就会有一点差距 它这个材质采用的是软硬塑胶的混搭 最上面是硬的 这里是软的 而且质感很不错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座椅的皮革啊 摸上去的感觉也是非常的好 我甚至觉得如果是在这个价位的车 可以给到这样的皮革材质 真的是要给它们一个赞 接下来讲一下其他的细节 这个方向盘我觉得有一点细 但是实际上握起来的感觉还不错 排档杆还有穿动收刹车的 质感跟细节设计都不错 而且这边有一个大面积的这个亮面的材质 看起来质感会有提升 只是日常使用要照顾 不然很容易刮花 除此之外它也有很多的这一个 置物空间例如杯架中央扶手等等 如果你平常是很喜欢出门带很多东西的话 这些置物空间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而且只需要连上USB之后 这个主机还可以使用Apple CarPlay 但是没有Android Auto 不过单单是支援Apple CarPlay 这一点呢就值得友商学习一下了 在前方这辆车提供了一个小尺寸的天窗 在后面则是没有 而且加上没有三角镜的关系 所以后面的压迫感真的会比较明显一点 但是实际上我以我的身高大概是180cm左右 我觉得这样子的压迫感是我还可以接受的 不过由于这辆车的轴距只有2560mm 跟一般V segment的2600mm 甚至更长相比呢 它就真的是小了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是我的标准坐姿 然后我的脚部空间只剩下大概一个拳头左右了 并不是算太充裕 但是我很surprise的是 这个椅垫的支撑还是到位的 然后它少了一点入箱随俗的配备 也就是这个后座的冷气出风口 它是并没有的 它只有下面的一个USB插槽 不过这个东央鼓起的面积还算是平整 整体来说后座的空间表现不过不实 这件引擎不是涡轮增加引擎 但是是一具4缸的1.5公升自然进气引擎 它拥有广汽传奇的专利 就是这个燃烧控制技术 最大马力表现是114PS 控制扭力表现150Nm 匹配的变速箱有惊喜 是来自iSIM提供的六速自排变速箱 并且提供了驾驶模式切换 根据官方数据它的油耗表现是6.9公升 100公里 如果以一台SUV加上是1.5公升自然进气引擎的车款来说呢 这一个油耗表现是非常出色的 但是加速表现怎么样 那个要等我们以后有试驾车才会知道的 以这个价位来说 这台车基本上都是还不错的 但是它在先进安全配备上面就欠缺了一点 这台车的入门版有4气囊 紧急版6气囊 然后有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斜坡起步辅助 抖坡缓降辅助 但是像是自动紧急刹车 主动式定速巡航等等 都在这台车上面看不到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价钱买这台车划算吗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简短的新车介绍 我们下一回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